随着现在欧美的银行业接连暴雷 比特币这些虚拟货币 在整个避险资金的流入之下 我们看到它的人气出现了回温的迹象 但是这些虚拟货币长期存在的诈骗 洗钱还有违规的问题 其实并没有消失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 在礼拜一27号 对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 以及执行长赵长鹏提起了诉讼 他说这个币安必须要跟CFTC注册 但是公司却公然藐视规定 在完全没有注册的情况之下 持续的开发美国客源 甚至还在网站上 教这些美国人怎么用虚拟私人货币 把自己的网络位置藏起来 而且这家公司也没有实施 所谓有效的反洗钱计划 那现在美国就要求 他要对币安跟赵长鹏 寄出无限期的禁令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指控 币安是回应感到非常的意外跟失望 同时执行长赵长鹏就反击 CFTC没有完整的陈述事实 我们就进一步来看到 币安这几年的发展历史 首先在2017年成立之后 他的事业其实做得蛮好的 尤其在同业FTS 去年11月破产倒闭之后 他的市占率更是大幅上升 跟其他业者的差距 其实越拉越大 目前在全球主要的中心化交易所的交易量 大概就有七成都是来自币安 那其他的业者你可以看到这张图 完全跟不上币安的车尾灯 像是另外一家公司 Coinbest 他其实占比只有6% 那不过随着这样的事业版图持续扩大 币安也在好多的国家都闹出了问题 像是2021年9月 新加坡就警告 币安是无照营运 再来到了同一年12月 币安也因为涉嫌违反当地的反洗钱法 在土耳其被重罚了800万里拉 到了隔年的2月 币安因为监管因素 停止在以色列的所有营运活动 然后再来是荷兰央行 在7月 他就说币安没有注册 就开始发展业务 对币安寄出了350万美元的罚款 如今就连美国的CFTC 都跟币安杠上了 币安可以说在全球是声名狼藉 但是投资人对于这样一个指控 反应没有很大 比特币的价格虽然是应孙下错 但是跌幅没有超过5% 加密币圈再报重磅收息 这位出世的 竟是全球最大加密币交易所 币安 币安明明声称会限制美国用户使用平台 却私下教导客户如何避免受华府监管 对此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27号起诉币安集团和执行长赵长鹏 涉嫌违反衍生品规则 将公司利益凌驾于守法之上 向法院诉求没收币安非法所得 处理民事罚还下达永久禁止交易令 赵长鹏在推特仅用数字4 一字回应 疑似在呼应年初发布的天文 呼吁投资者忽略假新闻和攻击 不要恐惧疑惑和怀疑 币安短时间内成龙头 赵长鹏身价翻涨超过百亿美元 如今遭美国当局指控 曾称颂的正确价值观 陈讽刺 对币安公司上下无疑是重大打击 消息一出 比特币惨跌破两万七千美元 专家分析情况可能再恶化 不排除再度突破新低记录 新闻高与婷 转席 感谢观看